哈喽,我是Hang 亚马逊在2022年到2023年之间裁员了2.7万人 而2024年刚开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裁员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裁员方面的消息 就是花旗银行计划在两年内裁员2万人 大哥,各大公司的裁员新闻真的层出不穷了 各位做海外跨境电商的真的要注意 这些大公司裁员的人都是外面国外的一些中产阶层 对我们日常做跨境电商的销售额是有直接影响的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TUME即将开通南非站点 各位跨境电商的老板们做好资金准备开始新一轮的补贴吧 南非人民需要你们的支持 然后亚马逊在2023年销售超过了1000万美金的中国卖家数 同比增长了20% 这里面有你吗? 但是肯定没有我 美国电商市场大战打得火热 除了亚马逊,中国出海四小龙还在疯狂的混战 中国出海四小龙四个总和的份额加起来 接近亚马逊的体系90%左右吧 我是看统计数据知道的 然后现在TikTok Shop在美国全托管双蛋大数GME增长了111% 所以说如果有条件做TikTok Shop的全美国站全托管的话 要赶紧上去了 毕竟门槛还是有点高的 现在新平台新站点出来机会还是很多 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菜鸟宣布进去美国的集运市场 空运最快5日打海运最快15日 看来阿里在物流行业的基础打得还是相当牢固的 它间接利好的阿里系的平台 像苏玛通、拉萨达还有Dallas等等阿里系的平台吧 所以2020年还是一个跨境电商平台的混战大年 各位卖家做好准备吧 那么好了今天到这里了 我是Hank 下一期再见 拜拜